好 大家好 我叫薛正华 今天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20到底有哪些配置 你看这个20他就是一台裸机版 他没有 你看他这里 裸机版就是裸机版什么一个 就是这里本来是带有相机的 因为价格 成本因素 成本因素 这里的相机是没有安装的 这是一个选配功能 还有一个 这里的一个气质交换站 气质交换站它也是一个 缶配功能 但是这里都没安装 因为这两个配件确实太贵了 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把20当做它的高速机 高速机来使用 所以我们20一般就是吸嘴都是统一一个规格 就是用来打小料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用20来打高速呢 后面就是打小料 打大料 大料是用的药与串面的 所以它是大家都是这样配置的 所以我们这台机器 它是一个裸机板 价格也是非常不利的 这个机器前面 后面 这边带了一个飞行相机 一个飞行相机 这边是一个直箱图 直箱图 这个机器的状态就是非常不错的 那大家能关心的这个机器 它的一个产能是多少 这个机器的产能是多少 你说一下 这个机产能是多少 这台机器 它也是个裸机板 另外加上那种 它也是裸机板 其实这个平台 像这个时候叫做固定版 固定平台版 像这种 带着这种小车 这种是台车版 如果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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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IC柜 实际IC柜 一定要配这种 配这种小台车 它们俩是搭配的用的 它们俩是搭配的用的 你配了这个IC柜 这个小台车就是一定要用 因为它们俩是不可分割的 前面 机器的前面是这个是配了 这个机器是交配 交配机器 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交配机器 带了一个相机 前后相机 这个相机 后那边一个相机 这边唯一一个 就是没有带汽水交换站 这里一般放个汽水交换站 如果放在汽水交换站 这是一个最豪华的配置 你像这台机器 它不仅可以用拓卖车 也可以用那个管装飞达 管装飞达 所以为什么我们10就是说它的一个强项 就是说打大尺寸 打大尺寸 大小要通吃 然后呢 速度又快 什么产品都合适 实在在800以内的800以内的长度 硬版 软版的话 有载具也是可以的 行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吧 这个